也好 欢迎收看9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13乡镇市公所清洁队员全年无休 为花莲的环境再默默付出 中秋节前夕 县长徐中柜特别指示环保局要走访各个公所 提前慰绕清洁这也很辛劳 赠送他们中秋礼盒 让13乡镇市公所清洁队员也可以赏月吃月饼 13个乡镇市公所清洁队员全年无休 为花莲环境默默努力 在中秋节前夕 花莲县长徐中柜特地指示环境保护局走访各个公所 提前慰问劳苦功高的清洁队员们 赠送中秋礼盒勉励队员们平时的辛劳 让公所的清洁人员也能够赏月吃月饼 感特别感谢大家一整年的辛苦 维护我们 我们江内的环境清洁 在防疫期间大家也特别辛苦 那祝福大家就是中秋佳节一拜 徐县长在中秋佳节前夕特别提醒清洁队员执行勤务危险性高 队员们务必实时注意工作安全 同时也呼吁赏月享受美味的同时 也要注重环境整洁 花莲美好的风景不仅仅是人 也包含全体人民共同维护的美好环境 花园城市清洁 家园是花年的目标 一起来为花莲的环境共同努力 记者高双双 玉里采访报道